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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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講到的經文是記載在春埃及記 十二章 三十三至三十六 以及生命記第一章 三節 春埃及記 埃及人催促百姓 打法他們快快出來那地 因為埃及人說 我們都要死了 百姓就拿著沒有敲的生棉 把薄面盆包在衣服中 角在肩頭上 以色人照著摩西的話 向埃及人要甘氣 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至埃及人給他們所要的 他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 春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摩西趙耶和華直著 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話 都曉與貪門 好 現在是分享信息的時間 我們今天很高興 有南灣宣導會的周牧師 來跟我們分享 羅牧師就在他那裡 所以一會兒羅牧師就遲些會回來 我想周牧師也來過分享 我們將時間交給周牧師 各位早安 我沒有那麼高 好 謝謝 這個似乎我忘記了 好 好 就這樣吧 好 很高興的再一次在大家當中 來分享神的話語 我們一起來低頭討告先好嗎 主要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給我們所有的一切 但是當我們剛才唱你的歌的時候 求主你看顧 不單單是看到我們的周圍 是你的恩典來給我們 也能看到在你的恩典當中 你給我們的使命 主啊 在這個與你親近的時間 在這個受難節感恩節的準備過程當中 求主的你的命帶領 讓我們看到你的意象 讓我們看到你的真實 的慈愛 的美善 我們一切感謝 祷告奉耶穌基督生命救 Amen 上一次 OK Alright 可能要近一點 上一次在大家當中的時候 就分享到一段的經文 也有一篇的講到 就說教會是 教會是甚麼樣子的呢 我相信如果大家還有一點 那麼多印象的時候 就會想到 教會是神 我們的家 屬靈的家 教會是我們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只不過 主耶穌基督的答案 是最真實的 他說到 我在這個盆石上面要建造我的教會 我希望大家都記得這一段的經文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 或者今天我們有的經文 好像不是在 不是在新約那裡 是在舊約那裡 而在舊約那裡 在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情景當中 而今天的主題是 深知到主最美好 你和我都可能會時時都會說到 主最美好 只不過就說到 在這個美好的當中 你和我有些甚麼東西的回應 是不是一個的認同 是不是一個就說 真的好 然後去想一下 下一頓飯在哪裏吃 一說 是另外一種的回應 深知到 主耶穌基督 我們的神 是最美好 是甚麼樣子的呢 可能有些甚麼東西的回應呢 而這一段的經文 在這個 這個春埃及基 在這個摩西五經的當中 對你和我有些甚麼啟示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相信亦都分享過了 就說到 在幾年前 我和師母去到法國旅遊 當然對你和我來說 去到法國旅遊多好啊 而且是坐這個 Cruise up team 不錯 只不過有一件事 就說到 第一晚 我的肚子就痛 第二天 早上 就去到船上的醫生那裏 然後醫生就說到 你要下船啦 你要立刻下船啦 而且我們已經將那個救護車 已經叫了 去到最近那間的醫院 的ER那裏 那我相信你可能已經記得 就說 是呀 Peter在幾年前在法國 是病了一場 什麼病啊 什麼病呢 其實 說起來也可能是一個很小病 也好是一個很大的一場 一場的病 就是說 孟腸爆了 成肚都是龍 對一般人來說 開孟腸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只不過就說到 主要是不是這麼美好的呢 為什麼會有盲腸炎 另外一件事更重要的就說 哎 爆了的時候 如果我在美國是怎樣做的呢 如果在美國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聽過 就說 哦 是 去到救救室那裏 然後醫生看一看 然後呢 就立刻就和你 prep這個OR 這個手術 然後呢 就將你割開 然後將那些龍 清掉它 順便就剪它 順便你剪你兩三尺的腸出來 因為那些已經浸了 你那條腸沒用的 拿掉它出來吧 人的身體上面 如果我記得清楚的話 二十二尺的小腸 沒了兩三尺都可以的 只不過 下一次你吃什麼美食的時候呢 就小心了 法國 不同哦 不是美國哦 我當我在ER那裏 當我在醫院那裏的時候 我就打算說 慘了 第一 我不懂法文 或者我法文只是 Bonjour Massi-Pakut 你兩三句之後呢 Baget 你兩三句之後就沒有了 但是就說 他們那邊醫院怎麼樣啊 這個不是巴黎哦 這個是馬賽哦 不是最大的那個 是第二那個城市哦 而且我去到那裏 是個碼頭邊 也都說 不是一個好的地區 有Gangster 有其他的 這樣在這個情境的當中 我沒有想到那麼多 其實就 其實就很簡單的 就祷告 感激 叫求神 來到 我沒有想到醫治 沒有想到 醫治呢 就十七天 留在法國醫院那裏 而這些法國醫生呢 就不是美國醫生 這些法國醫生 不開刀的 這些法國醫生 不跟你清聾的 只不過插兩三條管 在你的 在我的身旁邊那裏 流龍的而已 那就留了十七天 心知道神是美好良善 在哪裏看到啊 為什麽十七天在醫院那裏 為什麽他不開刀啊 為什麽他不做這些事 快手點搞定走人 同日 還有 同一個 我同我的教會 自己不過是請了一個星期假而已 如果你的數學 同我的數學差不多的話 十七日好像是多 十七天好像是多過七天啊 神是美好良善 因為我所想的 不是他所要做的 而他所要做的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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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地在醫院裡面休息 不用怕 死不去的 爆芒腸是死都去的 死不去的 而且 你的腸 沒有短了 沒有被醫生開了你的肚子 然後剪了兩三尺腸出來 二十二尺的腸還在 神是美好良善的 只不過就說 你信不信得過 而且在這個信得過的當中 你和我要做些甚麼 因為說到神保佑 神看顧 神醫治 神帶領 而這個帶領 是怎樣的呢 今天的經文 剛才大家讀的時候 是在出埃及記十二章的 十二章的經文裡面 是講到甚麼 你和我都可能已經知道 神的大能的手 神的大能的手 是帶領他的子民埃及 在埃及做奴隸的子民 來出埃及 我相信 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個故事 我記得在香港小時候 在培政小學的時候 已經讀過這些故事 只不過就說 除了記得十災 除了記得這些大的神跡之外 剛才讀的經文 有沒有一些的東西 令到大家覺得 咦 為甚麼是這樣的 其中一個 當你和我看的經文的時候 一個說 咦 為甚麼是這樣的的時候 就說 是 這一批的埃及人 已經受夠罪了 神就好像拿一條藤條 炆豬肉這樣打到他們 快點走人 你們的意識利人 快點走 離開我們 不要給我們這麼多個禍 這個是真的 只不過在這個過程的當中 有這麼多細節 剛才有沒有看到的 經文裡面就說 他們不是撿著包袱 扔地走人 他們是要問這些埃及人 你們要甚麼呀 金銀珠寶 要他們要錢 今時今日 你有沒有想到 如果你是一個租客 你要扔他走 租客跟你開口說 你給我幾條金銀珠寶 我才走 你有沒有這樣的事 大家可以回應 你做租主的 可能心裡面就說 有沒有搞錯呀 我扔你走 你還要在這裡 我要錢 對這個要走的人 被人已經受夠罪了 我還不快快點走 還要去問別人 去拿錢嗎 為甚麼在經文裡面 會這樣記載 而且就說 真的 這些埃及人 是給了錢他們 送他們走 當然 當中你也會讀到 有關毛口餅 是 今時今日 我們已經是明白 當中是說到甚麼 但是你記不記得 在我們的主學 在我們的茶經班 在我們的港道的時候 我們會說到 神是公義的 在這個公義的當中 在這個神的公義裡面 人是怎樣的 人是怎樣的 我相信大家都會 在Malaka裡面 大家都會記得 人啊 神要你做些甚麼 行公義 神是公義的 我們跟隨神的 也都要走出來 當我們看到這個經文當中的時候 這一批的以色列文就被教導 怎樣 來真的行公義 而跟著神的旨意來做 問了他們要錢 他們給了錢 那就走人了 是不是 去到這個洪海 看到洪海打開 去了西禮山 看了這個十誡和誡命書 給了他們 這些你和我都在小學的時候 或者在其他的情況當中 已經明瞭 已經讀過這些經文 只不過 就說到 看完這些之後 你和我的感動 在哪裡 這一陣子 我在我的教會裡面 都在講道的時候 都講到有關 生命記 生命記裡面 剛才我們已經讀到生命記 第一章第三節 當中已經過了四十年 你和我都會記得 就說 是呀是呀 出埃及記之後 就是你還沒記 你還沒記之後 就是民宿記 民宿記之後 才是生命記 當中有很多記載 也都說到三十八年 他這班的以色列子民 就在抗野那裡 來逗留 如果我們再記得清楚一點的話 就說到 他們去到一個地方 去到英虎之地的門口的時候 他們會派十二個探子 進去嘉南 這個這樣的動作 是不是神要他們做呢 你可以去查一查 只不過就說 回來的時候 他們都說 對呀這塊地真是好呀 真是美好呀 主是最美好的 right 但是在這個美好的當中 他們會說 這塊地方有巨人呀 這塊地方有強敵呀 這塊地方我們進去死定的 這樣他們就不進去啦 神就說 OK 你們不進去嘉南地 你們不進去英虎之地 好吧 你們就留在這裡 留了多久呀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的經文 在出埃及記的時候 就說留了三十八年 說四十年啦 OK 四十年 出了埃及四十年之後 那麼這麽多十年 在這個抗野裡面 我們也都知道 他們出埃及那批的 已經死了 現在摩西對他們說的 在生命的對象 說的對象 就是他們的兒子 他們的孫 神最美好 你要不要跟 你信不信得吧 你怎樣想 我們知道 在這個當中的時候 就你和我有些個選擇 選擇就說 是不是真的要跟啊 是不是真的要跟 生命記第一章第三節的時候 摩西就和這批第二代的 來講到說 你爸爸 你媽媽 你阿爺 你阿嬤 你阿嬤 那一代 他們做了些甚麼 今時今日 你們怎樣選擇呢 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邀請你來到今晚 再看一看這些經文 如果可以的話 再看一看 這個生命記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一章 第一章 我在這裡 第一章 講到有關教會是甚麼樣子 今天 今天是說到你和我都認定了神是美善 在這個美善的當中 我們是怎樣來回應 當你和我受到神的祝福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來回應祂的美善呢 同時的 你都會想到就說 在這個這樣的情境 怎樣帶我們向前走 主人堂 已經是開始一個新的一個chapter 新的一頁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聽到或者想到 最近在這個南加州的華人宣導會當中 有甚麼事發生呢 我們教會在南灣 大家如果不知道南灣在哪裡呢 我也邀請你去南灣那裡 如果你去這個墨西哥的cruise那裡 如果你是去這個princess的cruise line那裡 你就知道那個港口就在南灣 San Pedro那裡的港口 也都是來我們教會沒有多遠的 有牧師就說 Hey Peter 我們要上這個cruise 可不可以把車子停在你的教會那裡 當然我們教會沒有parking lot OK 不像你們這裡 我們的parking lot是可以停 最多三架車 是一條driveway 最近那個是垃圾桶 就是我泊的那裡 然後呢就backbackback 有兩架其他的車在後面 所以今天 羅牧師可不可以回到來 準時回到來呢 就dependon後面有沒有人 想到 講到這裡 就說到南太平洋區 我們的區 華人宣道會 華人宣道會 今時今日 是有些問題 胡錫堂和感恩堂合併 變成活恩堂 感謝神 我的母會 羅省華人宣道會 主任牧師退休 現在是Kionni 一個第三代的 第三代的 你可不可以說華人 應該是華人 OK 第三代的 就來到做主任牧師 但他們還是有需要 相同的 在這裡沒有多遠的 Riverside 河邊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叫河邊 因為那裡是沙漠 連河也看不到 Riverside 華人宣道會 的 朱牧師 他又遲了 那一 將一張眼 一打開來 看到的時候 有不少 的華人宣道會 In fact 不少的中文教會 都是在老化著 這個情境 怎麼樣來求神 神 真是美善 會有什麼回應呢 第一個可能想到 回應第一步 對不起 回應的第一步 就會想回 以前神是怎麼樣帶領 經過你的一些困境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 剛才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到有一個困境 是我個人的困境 神怎麼樣帶我來到經過 我相信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的history裡面 也都是有一些困境 失業 有病 子女的問題 其他都是一些很常見的 一些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當中 神是怎麼樣帶你經歷 感謝神 第一步 想回後面 來感謝神 第二步 亦都很簡單的 你都會常做的 在感謝神的當中 再一次的 來看到神的美善 很多時候 這些的經歷 給你和我的 不單單是說 啊 沒有病了 啊 死不去了 啊 生意可以繼續下去的 或者其他的東西 但是 如果你聽到的話 剛才我怎麼樣來講到 有關我這個的盲腸炎 或者爆了盲腸這件事 當中是有相當的reflection 相當的沉思 討高 然後將這個情境redefined 重新的定義 你和我都有這樣的capacity 都有這樣的能力 來到將一件很普通平凡的 或者你已經經歷過的 或者你已經是認定了的 一件神的恩典的事 擺在今天的context 今天的情境當中 redefined 重新的定義 神的指意 神的手 是怎麼樣來帶領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看到一個 很特別的一件事 神不是菩薩 為什麼呢 好像就說到 你和我最基本的一個定義 或者最基本的一個思想 就想到就說 有求必應 神我有還 我討告 你應 你會救我 我會脫離苦海 以色列人就是這樣 四百年 好像經文所說 四百年 出了埃及了 最後 但是他們有沒有將 他們現在的 他們那時候的處境 或者你和我 今天的處境 redefined 重新的定義 看到神的手 不單單好像菩薩一樣 不單單好像黃大仙一樣 將你來脫離苦海 而且是給你和我 有一個新的purpose 有一個新的旨意 而在這個旨意跟隨的當中 大到新的第一點 回想現在 將來 將來在這個新的方向當中 你可以更加的 來到認識 親近 神 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下面一幅相 亦都是很對不起的一幅相 幾個月前 在宣律會的instagram裏面 有一位牧師登上了這幅圖 七個方式 去殺教會 或者去毀宿教會 或者去消滅教會 這個牧師是白人 不是中國人 中國人就不會用這麼絕的話來講 中國人通常會將它改一改 就說七個方式來到興旺教會 或者七個方式來到怎樣 總而言之就扭一扭它 西人就會用一個比較尖銳的 No matter 你看東西的方式 或者你明白的方式 這個亦都是七個很重要的一點 神最美好是給你和我 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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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機當中 可以來到redefine我們的生活 redefine神給我們的恩典 還有更重要的 使命可以更加的跟隨它 第一個 是一個很簡單的 我這麼多年的事奉當中 我們有很多次的講解到 有關怎樣用這些傳福音的工具 好像四律、羅馬橋、羅馬橋 好像其他很多很多的福音工具 只不過這些是否在你的房間裡來到積塵呢 或者這些你已經融化了在你的生活當中 來真是來看到一個沒有希望的 或者是絕望的生命是不得到來挽救 傳福音很多時候你和我 起碼在最近的這80年來都有一個誤解 我用誤解你可能不喜歡這個字眼 很多時候我們將傳福音 就將改變成為 扭了成為推銷福音 你明白我說什麼意思嗎 意思就說我和你拿一本四律出來 我給你看我們一起來讀 然後你來討告 來悔改跟隨耶穌 這個這樣的步驟 多多少少是變成推銷 不是傳 傳福音 如果我們再看回馬太福音第28章第19節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使萬民作 我 也就是主耶穌 這個門律 不是信徒 不是去教會那些 意思就說不是星期日去教會那些 門徒啊 這個需要時間的 需要陪的 需要栽培的 需要花很多精神下去的 這個是主耶穌基督給祂的使徒 或者祂的跟隨者的一個使命 在這個當中 耶穌會說到有一個應許 我會與你同在 教會如果不是傳福音的話 死定 換句話來講 教會如果是要復興的話 回到耶穌的話語當中 跟隨 開始去做 另一個 這個也比較尖銳的了 剛才我剛剛看到羅莫斯回來了 羅莫斯回來了 其實昨晚已經跟我說過了 就說 Peter 今天說完之後 就留在這裡吃點東西 聊聊 如果是國內來的 或者是台灣來的 坐下來喝杯茶 差不多是這樣的意思 只不過就說 很多教會 很多西人教會 很多西人教會 星期二日講完道之後 晚餐的時候 或中餐的時候 就變成 紅燒牧師 或者是小湖炒牧師 或者是其他的 照顏牧師 你知道我說什麼 批評 論斷 這篇道有問題 這個細節有些問題 那個大點有問題 這個可能是白人教會 中國人白教會 就比較含肅的 不會這樣做 只不過相同的事情都會發生 中國人 中國人很喜歡 打個框 所以就不會是招嚴的 可能是蚊 哎呀 我們教會如果 我們可能是怎樣 總而言之 就說 怎樣來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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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定了 相反是什麼 幫忙 同行 我很高興 今天看到有三位 在這裡來做 這個媒體控制 你的詞是媒體控制 三位都是弟兄 很奇怪 但是剛才也看到 打鼓那位呢 不是弟兄來的 那個也很奇怪 幫助 同行 一起來都做 這個不是說 教會需要人 當然教會需要人 這個就說到 在同行的當中 在切磋的裡面 在一起做的時候 耶稣怎麼說 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就怎樣 我與你同在 三個在這裡 耶稣就是在中間 對嗎 怎樣來使教會 興成 興旺 或者復生 或是復興 復興 其中一個就說到 怎樣來幫助 怎樣來支援 怎樣來支援 怎樣來在一起 有七個 很多我不說那麼多了 今天時間也都是有限 但是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不過有一點我需要說一說 就說到 你們教會的當中 有一位 有一位 的傳道 上次我來的時候 令我很興奮 Cathy傳道在你們當中 是一個神給你們的Gift 為什麼 上次我看到 他講到 就說 有一個 有一個workshop 叫Kensuki 廣東話我不懂得讀 這麼瘋 這麼 雞 為什麼 當我聽到這個 這個workshop的時候 我就想著 哎呀 如果Jenny和我都可以參加 就好了 只不過 只不過我們沒有這樣的時間 時間有衝突 等等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就說 這個 雖然 是日本的東西 雖然 是有些 是靠近 Zen Buddhism 這個 Zen Buddhism 中文國 中文我不是太知道 是怎樣翻譯 應該是怎樣翻譯 但是跟佛教是有關的 只不過他的 idea 他的想法 是跟聖經有十分相近的一件事 Restoration 回復 什麼叫做回復 起碼 在這個 Kenzuki 這個 art form 裡面 就會看到 你把那些 破碎了的 瓦片 用金 金 現在多少錢一兩 起碼兩三千 對嗎 總而言之 用金 來將它 好像 膠水一樣 貼回來 你說 哎呀 這個東西 不是應該扔掉它 就算了 還要貼回它 還要貼回它 不是用膠水 不是用crazy glue 還要用金 為什麼 這麼浪費 轉一轉圖畫 創世紀第三章的時候 什麼事發生呢 你和我都會想到 哦 金果啊 最壞就是夏娃 如果沒有夏娃 那時候 阿當就不會有問題 是不是 對不起 前日 是國際婦女節 不是今天 神 看到我們的破碎 但你沒有扔掉我們 神 回復我們 在這個回復的當中 我們會看到 主耶穌基督 來到我們當中 禁氣啊 OK 來到我們當中 來將我們的破碎 來貼回來 回復 神最美善 這個不是單單一個口號 也不是單單 在這個教會裡面 說應該是這樣的 而這個這麼重要的 這件事 是需要帶出來的 而這個帶出來的過程當中 好像剛才所看到的七個殺教會的 或者轉過頭來 就是七樣東西 來回復 來興旺 來興起 教會的 怎樣看到一個生命 被回復 而且你和我都知道 保羅會用一個不同的一句話 來講這個回復 他會說 舊的人 就好像一件舊衣服那樣 脫了去 而且這個脫了去之後 你請你就不要給了這個 salvation army 或者給了這個 其他的捐了他算數 扔了他 回復之後 將舊人扔了他 穿上身人 這個是回復 但是這個回復只不過在地上 到再見主面的時候 你和我在我們的神學觀念當中 都有一個新的身體啟示錄 但是在現今的時候 當你看到一個人 一個你認識的人 一個你的鄰居 你的親戚 你的同事 你的任何一個 他的生命當中的破碎 你已經認同了 你已經知道神最美好 他需不需要 他需要 他需要 在兩個月之前 我教會裡面有一個弟兄 他告訴我 他告訴我 在聖誕 在二十六號 聖誕節過了的時候 他告訴我 他的親戚 自殺 在聖誕那天 破碎的生命 是需要被挽回 而這個的挽回 神已經給了你和我 看到他是美善 知道我們有使命 你和我怎麼走 這位弟兄 他很傷心 他的家族 亦都十分傷心 需不需要 人去安慰 另外一個會友 他的 他的父親 亦都在十二月的時候 去世 需不需要安慰 是嗎 需不需要 知道 告訴他的 為妻知道 神愛他 如果他還不認識 主耶穌基督的時候 需不需要知道 永生的門 是你可以踏進去的 我們一起來討告 主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 漢姑 懇求主 你讓我們不單單 是說到 你真是好 實實在在 你真是好 亦都讓我們看到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祝福 雖然是困境 雖然是差不多死 雖然是有很多其他的事 危險的事 只不過 你與我同在 你不遺棄我 你不拋棄我 你不看我為無用 你是公義的 你是愛護的 在這一切的當中 就要求主 你讓我們知道 如何來跟隨 看到我們 在一個破碎的世界當中 我們的親朋戚友 我們的同事 我們所認識的鄰居 我們所有一切所認識的 他們如果不在主裡面 他們就在黑暗戶當中 就求主你念文 猜拒我們 感謝祷告奉耶穌的聖明求 Amen